大家好 这里是大树说花 今天呢要到每周一块拍摄的时间了 我再给他介绍一块瓶啊 这块瓶高是20 实径是13 我今天准备用这个小飞燕 还有这个白色的这个盐盆球 咱们插一个瓶 等着我推荐这个 因为这个季节小飞燕的质量挺好 盐盐局也不错 所以推荐一个小盐盐盐局 插法很简单 就是以前跟大家聊过的方式型插法就可以了 不担心的 砂糖 水 牛肉 蜂蜜 生日快乐 酱 2个月 点准备 3个月 早期 太小了 快被刺小这么切 放入冰箱 帕子 火,烤,中火 烤,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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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蜜,蒼,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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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单说两句哈 这个画呢 就是小飞燕 跟杨甘菊 很简单 就两种画 插法呢就是 刚才说的 咱们以前说的那种放射 放射型的插法 基本上 往四面放射就可以 很简单 这个色彩呢可能会 比较干净清新一点 就是蓝跟白 这个皮选了一个白皮啊 这个白皮跟这个白的杨甘菊 是有呼应的 所以说整体就是 一个白蓝的搭配 看着你可能比较 比较干净比较清新吧 这周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个 小飞燕跟杨甘菊的搭配 因为小飞现在大概正是季简 也比较多 质量呢也可以 那这周就在家这个小飞燕和杨甘菊搭配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